M1洞A2自走炮車 是一款重量輕、旋履帶的榴彈炮車 後來上中有一門8吋炮管 這款自走炮具有高度的作戰能力 採取含油動力 可行駛於行驅地、營運地 與沼澤地等惡劣逆行 最高時速可達每小時14.7公里 居遊離程達325公里 最大課程可達20000000公尺 能迅速有效駕壓敵軍火力 為我軍開創有力戰機 當初是我在綜藝監禮戰 汽車駕照遇到了招募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了軍中的一些福利 然後還有可以供於進修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先去報考自願役士兵 然後也招了這些役士兵 進來報考這樣 我在當兵以前是坐不留的 騎著摩托車 把貨物送到客人的手上 妹妹告訴我 她想要報考自願役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來報考 聽到他們說要去當兵 我希望說他們也盡量去多學技能 就算以後退伍了 到外面也是有一技之餐 我在炮班裡面的話是彈藥裝典手 主要是將藥包送入炮板裡面 我現在在部隊就是駕駛 就是輪車的負責人 固定我們每一個禮拜五都會有做保養 男生跟女生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只要你告訴他 我相信你會做到 其實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做得很好 比起一般女生 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積極的部分 甚至比起我們男性弟兄 那能力的部分也不輸給其他男生 那他們兩個也都具備了這種不服輸的個性 今天9月我們有參加漢官操演的反周波射擊 射擊的時候那個炮聲的震撼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有一次是別的單位在發射 那天我們剛好很幸運的可以坐在後面的部分 去感受那個炮聲 我們在遠處都有會震撼發動 然後我們在炮聲的射擊的時候 那個震撼感是整個炮聲都在動 有點像那種大地震地牛翻身那種感覺 因為這一次反周波射擊是 三十八門炮的通勢吃飯 這是一個蠻難的情形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感受到 三十八門炮吃飯的那種感覺 覺得還蠻幸運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大家好我是姊姊補佳圓 我是妹妹補佳麗 我們是 兩秒帽子步